现在你可以回到神界了 等待着神王他们给你一场全新的审判 徐扬话音一落 突然用两根手指戳在了蝉娟的后背上 直接封印了他的两道核心大穴 利用原始气息 强行镇住了他体内的两道躁动的神格 算是保住了他的性命 如果徐扬没有出手的话 这两个神格迸发出的对冲力量 能够轻而易举的彻底撕碎蝉娟的肉身 而有了这股原始气息的镇压 蝉娟能够保住性命 又能够让他时不时地保偿一下两道神格 带给他的剧烈痛苦 极大程度地延伸了他赎罪的周期 你不是最擅长魅惑男人的吗 很快你就将真正地明白 通过没有获得手段获取的恩宠 全都是一场梦幻空荒 如果你现在的这副模样 还能够得到神王青睐的话 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 我一定饶你一命 徐扬说着 最后突然给了蝉娟一个大巴掌 直接将他拍到了那数以百计的 黄金甲战士们面前 也正是随着蝉娟的在此归来 这数以百计的黄金甲战士们 从各自的阵法姿态恢复清醒 以连警惕地仰视着半空中的徐扬 神界的这些狗腿子们 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挣扎了 你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带着这个女人回到神王面前 见你们的神王主宰 并且告诉他 要不了多久 我会亲自前往神界 找他讨要一个说法的 蝉娟用极其微弱的声音 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 数以百计的黄金甲战士 立刻带着他的身体 第一时间脱离了此地 在看到徐扬这样一番操作结束之后 小花和女帝都是第一时间 来到了徐扬的身边 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 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面前的这个男人 你还真是能创造奇迹呢 先天元气 竟然真的被你修出了大圆满 拥有无穷无尽原始力量的感觉 是不是很爽啊 女帝一脸羡慕地调侃 而徐扬也难得地露出了一抹笑容 不管怎么说 你们两个平安无事 便是对我最大的宽慰了 听到这样一番话 女帝和小花的内心深处 虽然是充满了暖意 然而时间并不允许 徐扬三人过分地暧昧下去 眼前这道散发着特殊气息的 传送光门 明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刚刚在制裁那个凤仙的时候 有没有提取她的灵魂记忆 毕竟这里只有她 真的进过这道门的后面 徐扬轻轻点了点头 有提取 只不过她的记忆当中 并没有过于清晰的记载 想来她也只是通过了这道门户而已 对于这门户固有的机制 她也是无可奈何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 这道门应该不是假的 只不过进入其中 也仅仅只是第一关 想要进入吴岳天真正的核心空间 踏入这道门 仅仅只是第一关 后续还有更多的考验等待着我们 小花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先行将传送门户封印起来吧 起码先解决了五大皇朝内部分争 再带着龙昆他们一起回来 徐扬微笑着说着 我也正是这个打算 你们两个退后一点 话音一落 小花和女帝同时腾空而起 闪向后面 给徐扬留出了足够的施展空间 而徐扬也并没有打出更多繁复的手段 只是将一道完整的鬼谷奇门阵 压在了这道门户的上方 并且将自己的玉谷神剑神器 一并封印在了阵法当中 作为对阵法阵眼的绝对压制 用这样的办法来保证 鬼谷奇门阵的稳定性 这样一番操作也足以看得出 徐扬对这道门户是何等的重视了 如今对于徐扬来说 进入吴岳天拿到天使神器混元镜 便是最大的任务 完成了这些之后 徐扬三人再次腾空而起 朝着平原战场核心的方向迅速飞去 好在局面的发展并没有出乎徐扬三人的意料 世子率领的古夏皇朝军团 在得到了凤凰之神龙坤 以及徐扬团队其他顶尖强者的一同帮助下 以摧枯拉朽之势 完美横扫了四大皇朝联盟 非但是解决了眼前的麻烦 更是让古夏皇朝的位置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 三天之后 在徐扬的支持之下 世子给整个其他四大皇朝的领袖 发出了会盟邀请函 名义上是推举一个 统领整个五大皇朝的新任盟主 可实际上 不过就是进一步震慑五大皇朝 想要趁着这次的机会 让整个平原完全统一 而这事实上也是徐扬自己的意思 只有五大皇朝真正的统一 才能够换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至于这个领袖由谁来担任 徐扬其实并不怎么在乎 仅仅只是因为他和世子 有那么一些交情罢了 起初 其他四大皇朝的领袖 在会盟现场还都有各自的脾气 频频发表忤逆世子计划的言论 直到后来龙昆替徐扬出面 当场抹杀掉了鬼道一脉的皇帝 这才算是让四大皇朝 所有的反对声音彻底湮灭了下去 告诉你们啊 把你们几个都召唤到这来 是给足了你们面子 从今天开始 五大皇朝所有的势力 全都由古夏皇朝的世子来掌控 他就是原始大陆 在叶寒山这边的新的领导者 谁敢违抗他的命令 就是与我为敌 与我老大徐扬为敌 龙昆如今的确有这样喊话的资本 毕竟他已经成为真正的神 实力也是能够碾压一般神级强者 更重要的是 他背后由徐扬扬 如今徐扬这个名字 某种程度上 已经是能够和神王相提并论的存在 五皇万岁 四大皇朝领袖建壮 终于没有任何办法 全都跪在了地上 同时摘下自己头顶的皇冠 膜拜世子这个新王 自此 整个原始大陆平原 五皇朝的所有纷争 告一段落 云都 神皇宫 极禀神王子殿下 五大皇朝的格局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 古夏皇朝的世子成为了皇朝一脉新领袖 而这些都是徐扬的团队帮助的结果 高高在上的神皇子轻轻抿了一口茶 脸色依旧平静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而平定了五大皇朝之后 徐扬的人应该离进入五月天没有多远了 只要五月天的禁忌封印开启 便是我们行动的时候 遵命 皇子殿下 那个被封印了数月的天使囚徒 我们该如何处理 好吃好喝的继续伺候着 有他存在 我们不怕没有办法威胁那个徐扬 换句话说 如今光凭实力的话 就算是本尊 也未必是那个徐扬的对手了 可是我们手中只要掌握着这个小天使 就早晚有那家伙求到我们的时候 这是我们与之谈判的最强筹码 说到这 神皇子的脸色 语发变得优越起来 幸亏当初我留了这么一手 否则以这个徐扬的成长速度 恐怕真的要骑在我们的头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